欢迎大家来到蒙特利尔操作财富管理频道 那么欢迎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欢迎大家订阅 那么今天这讲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由于两个自然灾害 造成的重大的对于社会的损失 来看一看我们西方的保险体制 那么这个题目相对比较大 但是我们尽量用比较简洁的方式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呢 这个事情发生在大概2016年的5月份 发生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 这个地方的这个镇的名字叫Ford McMurray 这个呢是一个小镇 大家知道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呢 是盛产油沙的 就是它是油沙矿非常多 那么森林覆盖面积非常的广 那么这个事情呢 应该是从这个2016年5月1号开始引起的山火 这个山火可能是人为造成的 那么离这个小镇很近 离这个Ford McMurray这个镇非常近 那么大概到3号的时候 这个火是已经蔓延到这个小镇了 当时的空气湿度非常低 就是只有百分之十几 那么温度能达到三十二三度 就是这个在这个小镇上 当时是5月 大家知道5月加拿大还是比较凉的 尤其是阿尔伯塔省 达到这个温度 这剩下的温度了 那么很快的这个镇呢就延烧起来 这个镇呢大概有8到10万的居民 那么如果大家在网上测试的话 可以很容易找到这个当时这个镇子的情况 就是一面熊熊大火 一面大家井然有序的开着自己家的车 从这个公路上去这个阿尔伯塔省 另外的其他的城市去避难 那么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镇子烧光了 整个这个镇子包括这个民居 所有的公共设施全部烧光了 当时预估的损失一共是99亿加比 这个是加拿大历史上自然灾害带来最为重要的 最为大的一场这个损失 那么这个事情出完了以后呢 这些居民的大部分都跑到了这个阿尔伯塔省另外一个城市 应该不是凯尔加里叫埃德蒙顿 应该是埃德蒙顿 在埃德蒙顿就停下来了 大家当地政府帮大家安排了这个临时的住所 那么政府呢也给每一个成年人 一千多块钱的一种 等于说是一种救助吧 当时立刻的 那么孩子大概500块钱 那么当时的这个损失造成了大概99亿加比的损失 那么政府联邦政府说呢 任何的这个大家的募捐最后交到这个红十字会 这边交了多少我们来 相应的提供多少资金 后来呢据统计 这个联邦政府 这个阿尔伯塔省政府和当地的市政府一共出资呢 是 6亿1500万加币 这个是最后的数字 那么这个红十字会 一共募集了 3亿1900万加币的这个钱 对于这个灾难进行这个救助 我们当时都有捐款 那么加起来呢 是不到不到10亿的加币的整个的这个政府的和红十字会的救助款 那么整个这个损失 造成了这个民居和个人财务的损失 最后保险公司赔了多少呢 从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保险公司的力量 这个保险机制的力量应该说 这个保险公司 一共赔了35亿8千万加币的这个钱 那么基本上是各级政府加红十字会的三倍以上的一个赔付 那么这个赔付呢 是到了2018年的1月份 已经赔了90% 就是整个理赔的这个要求 90%在这个时间点上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已经赔付了 那么小特鲁宗总理是在大概是5月13号才到了这个镇 那么这个镇呢真正找起来是5月3号 也就是说10天以后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才到了这个镇子 确切的说应该到了阿尔伯达省 应该是这个大家住的比较多的这个城市 就是阿尔伯顿 去等于说是安抚大家 那么这个事情呢 如果我们是华裔了 如果从中国的这个华人的角度来出发 如果在中国 这个事情如果发生了 是中国历史上 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的损失 比如说 这些年的这个温川地震 那么 总理基本上第二天第三天一定要到的 那么要组织赈灾 组织募捐 组织政府的对于这个之后的善后的处理 和重建 那么肯定是政府先去 但是在加拿大 先去的是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埃德蒙顿这个城市呢 就设立了各种这个救助和赔付的点 那么派人去给大家办理赔付 那么这个是 大家知道这个是 加拿大历史上 自然灾害损失最严重的一次 那么这个先去的都是保险公司 而且 理赔的速度非常顺畅 赔的金额非常高 那么而且是 比较快的比较及时的一种赔付 那么大家知道另一件事 就是在这个日本 在2011年的这个日本海啸 日本的这个Tsunami 那么大概是春天 应该是三月份的事情 那么这个Tsunami发生了以后 如果大家可以回忆当时这个看到的一些视频 是非常非常惊悚的 是非常惊悚的 这个大水把一个镇子 整个全部以为就是一片汪洋 那么拍的人呢 应该是站在比较 当时比较高的建筑物上 来拍摄这个景象的 我想可以想象他们当时的那种绝望的感觉 当时呢在日本造成了2万人的人员的损失 和这个相当大的财产损失 在Tsunami过后的三个月 日本的保险行业 当时的这个统计数据是 整个日本的这个Tsunami造成了368亿美金的损失 基本上是这个加拿大的 这个加拿大是99亿美金的一个损失 那么这个影响就是还是日本的这个要大一些 那么当时呢 这个需要办理理赔 一个要赔人的 就是人寿保险 一个是赔这个财产保险 那么当时的日本首线安倍 就说在未来的这几个月内 他的这个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出现问题 我们日本政府backup 基本上当时政府的表态也是非常的明确 那么这个事情过了一年以后 我们没有听说这个任何的日本公司倒闭的情况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保险公司怕什么 这个有点像金融机构呢 有点像这个银行 银行怕什么 银行怕最主要的怕的是一个叫做挤提的事情 就是说同一个时间 存户都来到你这个银行门口去要这个我自己的储蓄 都要全部取出来 大家产生一种恐慌的状态 这是银行最为担心的 这个保险公司怕什么 保险公司怕的是类似的一种情况 叫做集中理赔 就是在很短的一个时间 你要拿出大量的现金来赔付你的保护 这个是一个非常担心的情况 那么无论是日本的这次 那么保险公司这条系统是非常非常严密的 尤其是超过100年以上的老字号 一定是经历过很多次的这种市场的考验 那么他的资金如何进行管理 如何进行投资 将来他的保护出了问题 我怎么能够尽快的把这个现金 就是金融机构也讲究流动性 我这个流动性怎么能够出来 然后呢 我这个投资怎么能够长期能够保证一个稳定可靠的收益 这个是保险公司比较有技术层面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到 就是西方的这种保险的管理体系是非常的完善的 那么他的管理除了刚才说 对于这个进入的收入收集来的保费的一种资产的管理以外 还有几个层面的相互制约的一种系统管理 比如说各个金融机构都需要这个中立的机构对他们进行评级 那么在西方比较广为接受的包括标准普尔 穆迪 Finch 这些中间机构对金融机构的一些评级 大家可以看到像标准普尔最高等级的金融机构 如果他是资讯等级最高的基本上是3A的一个评级 然后是2A 1A 3B 2B这样一个系统 那么这种评级是根据你的企业的这个发行的债券 他的这个资讯等级来评级的 那么这个评级 一个是他是客观公正透明的 随时大家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如果你这个金融机构有过多的诉讼 他就会直接影响到这种评级的评判 那么很有可能标准普尔就会帮你降级 那么如果一旦降级这个金融机构本身的市场占有率 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和挫败 那么这种情况下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将来的市场的拓展 所以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制约保险公司的 这个使得你这个保险公司本身的这个信誉 你自己就要很看重 你的信誉怎么样 想方设法都要维护好金融机构本身自己的信誉 你自己有这个主动意识去做这件事 那么今年2019年1月份 据我们所知 这个标准普尔的这种评级 已经进入了中国保健会的 这个范围 就是说可以由标准普尔 对于中国的保险公司进行评级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是一种非常开放的态度 那么也是中国在接受西方的这种标准的一种 比较明显的趋势 那么这个是一种 另一种这个保险本身 保险公司本身的机制呢 就是任何一个保险公司都有在保险公司对他进行保险 比如说有这样的客人在这个投保的时候 他这个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 那么保险公司A在理赔的在这个办理这个申请的时候可以要求保险公司B C甚至D对这个同一张保单进行这个多重保险 就是可以参与共同的这个城堡 这个是一种保险公司 这是一种保险公司这个用于衡量风险就平衡风险的一种非常好的机制 再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如果出现倒闭 那么不能进行持续的经营的话 那么在加拿大 都有在保险公司来保相应的这个这个倒闭的公司的这些 呃 客人的这个保单都可以由在保险公司进行继续承保 呃这个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这个 这个系统性的风险控制 那么还有一层一层层面的就是 各个保险公司本身 当你这个经营遇到困难的时候 因为你本身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比较庞大的客户群体 那么很有可能有别的保险公司对你进行收购 过去的这个呃 十几年的时间就是我们从业的十几年时间 没有出现这个加拿大保险公司倒闭的情况 反而这种被收购的情况 啊到屡屡发生 啊 那么包括银行对于保险公司收购 包括保险公司对于保险公司的收购 这个是有发生 但是并没有出现某间保险公司倒闭的这种这种情况 哪怕是经历了2008年轻入海啸 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加拿大的第一间保险公司 是1847年成立的加拿大人寿 这个名字大家可以看到 它叫做Canada Life是加拿大人寿 它的地位跟中国的这个中国人寿 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就是它的是一种里程碑式的 对于保险体系在加拿大的建立 是一种里程碑式的 这个有这种纪念意义的 这种这种开创性的这种成立 公司成立 那么从1847年一直到现在 加拿大人寿以及相应的加拿大的保险公司 一直在不断的给加拿大的这种 社会提供这种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的工具 金融工具 那么在一定意义上说 这个加拿大的保险机构 是社会这个管理的稳定基石 那么这一点上来说 它的标准在整个西方来说 是非常接近的 那么都是用这种体系和保险法 来管理这个保险行业 也是非常的严格 这个呢就能够就是从这件事上 就这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整个西方的这种保险体制 对于这个西方的这个风险的这个控制 是一种基石性的作用 那么今天的这个讲解就到此为止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这个频道 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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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